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始 然此四因 但是一致 为由望分别为远 令真如不守自信 随缘尘有 诸时寻习辗转无巧 热大望远 沉静缘起 注重过去 并不立向 受疑飞于 思维偏见 我们先看这一段 大师前面开始的文很长 意思也很深 这个地方是解释 前面的四因 这个望分别 就是从心想生 我们总得要搞清楚 搞明白 一切法 确确实实 从心想生 所以想是妄想 静是妄精 向是妄想 加上一个妄 这就不是真的了 这个字 就是末后讲的 你通达妄元了 你真正是明白了 明了之后 虚妄对我们没有害处 它就不起作用了 它的作用 就是让我们迷了 让我们写了 让我们忍无了 它不起作用呢 望尽在面前 不障碍 缺真经 真望可以 共存共荣 互补教室 这就对了 而且佛门里面 还讲到 瞧把成老做佛寺 那就是什么呢 望为真用 祝佛菩萨 远救生文 都算是震了真的人 他在六道里头 确实是 瞧把成老做佛寺 把这些望法 望尽 作为帮助众生 破迷开悟的一种手段 望可以得到真用 这个道理 我们不能不知道 更是不可以不学习 大王记者 大王记者 各是佛法的修设 不但是佛法 今天我们讲的 能力道德 这个东西 使社会安定和平 人生幸福 美满的根源 能尝到德 祝佛如来 正到究竟的 圆满位 他在九法界世心 也不离开这个原则 为什么呢 给众生做榜样 这是我们一般随俗来讲 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样子 在佛法里面 比如戒律 佛持不持戒 佛的日常生活行为 你把它记录下来 就是戒律 换一句话说 他全做到了 没有一条 他违反 圆满的德行 我们为什么常常犯过失呢 迷失了自信 这个戒律 是信的自然 他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再跟主委说 我们这些 这一段时期 是特别强调 弟子规 弟子规是信的 圣灵人 他就是这个样子 你记录下来 这叫弟子规 给同盟们 就开始学习了 圣灵人 原本就是这样 这叫信德 诸佛菩萨 见心之后 信德 在日用平常当中 自然流露 所以说 放耳如是 我们是因为 有烦恼习气 在作祟 所以要把烦恼 写起 把信德 找回来 所以才有这么困难 难在 这个明显然的 习气太深 难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要坚持 要坚持 必须要通达 主法实相 在我们现在 修学这个阶段 实在讲 通达英国的 道理 比通达 主法实相 还要重要 主法实相 太深了 英国道理 比较浅 通达英国 你的心 也会定下来 知道什么呢 一饮一酌 莫非 前定 前定 过去身中 修的 善不善的 因 感恩的 这一生 果报 这个东西 不是妄想 习求 能够得来的 妄求 反而 欲求 越远了 我们明白 这个道理 一生 不妄求 学了佛之后 佛法对于这些 里根寺 讲得太清楚了 同学们 要明了 在中国 不但是个 佛弟子 儒家的弟子 都不 非分 妄求 侯款 修复 尤其 出家 真正 做到 于人 无增 于事 无求 那么我听到 有一些 我都不认识的人 不知道的人 打着我的这个 名义 在外面 墓军 化缘 说是要 印什么经了 而要做些什么 东西了 甚至于 卫星电视 我都没有 叫人家 拿一份钱 这个要知道啊 如果有人说是 拿这些题目的时候 来问你 向你要钱 你要想的 绝对不是 净空法子的意思 净空法子 没这个意思 印经也好 流通法宝也好 宣扬佛教也好 都是出于大家自动自发的 这是什么 这真实功德了 如果你要有一个求的 妄念在里面 功德没有了 变成什么呢 变成福德 功德跟福德 差别在此地 事情是一样的 古报不相同 功德能了生死 你心清静 福德心不清静 福德的心 还是你些人 所以 陈采琼居室 做这个卫星电视 我不知道 开播前一个星期 才告诉我 我听了 很稀奇啊 有这么刺激 这个事情吗 所以播放之后 他打电话给我 我给他怎么说呢 我说好的 看看 你的寿命有多长 这个事情 跟网络不一样啊 网络便宜 卫星电视 耗费 太大了 你有多少钱 来支持 所以我古迹 那个时候 古迹 很难超过 三个月 但是 有没有好处呢 有 纵然是 他三个月 就支持不下去 就倒闭了 总算是 像闪电一样啊 闪了一道光 会给人带来 启示 我们这个 弘扬佛法 应该用这个方式 给人一个启示 这是好事情 受命不长 是没有能力支援吗 决定不募均 决定不化缘 他来告诉我 他说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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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 这个账号 可不可以在这公布 我说可以 但是决定不能 劝人捐钱 劝人捐钱 就错了 人家看到是 常常看你这个节目 看得很欢喜 自动的来赞助 这个行 这是正确的 有意向人要钱 而用种种方式提醒人要钱 这个念头都是错误的 夜饮果报 丝毫不爽 上一次 他到这边来 我有一张照片 他印了不少 我也没有仔细看 他送送送我一大堆 我说好啊 跟人借缘不错 今天我拿出来 哎呀 看到背后啊 背后是他的电视广告 我这一看的时候 我就很难过了 啼笑皆非 为什么呢 净空法是变成了 人家这个广告 这个材料了 你说这个 这个我很冤枉 我一生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情 所以我在此地 要特别给大家澄清 我这一生 再过年 那叫八十岁 快要走的人 我一生坚持的原则 我绝对不会改变 一生 不会向人要一分钱 纵然是鸿发立身 我也不问人要一分钱 佛法叫我们随缘不要叛缘 随缘事情好做 不妨碍绝阵进 你的心是亲近的 你要是叛缘 我一定想做什么 想做什么 你的心就是明显然 你错了 纵然事情做成功了 告诉你 不是功德 是福德 福德的果报 出不了了 经上讲的太多 讲的太清楚 讲的太明白 为什么做这些 活动作 怎么可以用我的照片 来去做广告 问人要钱 这成什么话呢 所以 所以 各位同学 如果你们 拿到这个照片 照片可以收藏 做纪念 后面呢 那个广告的时候 你把它抹掉 就是 绝对不可以 我不做广告 我过去常常讲 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这个工具 也不是我最初想到的 方东梅先生告诉我 他那个时候 就跟我讲到这个电视 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 这很早了 这么好的工具 为什么 不用它来做教训 方老师 如福西方哲学都精通 他对于这个高科技 这个传播 说的很多 很感叹 但是这个工具 传播工具 没有善悟 没有罪服 看你播放的内容 你怎样去诱导社会大众 你要是用暴力 用色情 用这些负面的 那造无量无边 那造无量无边罪 你要是宣扬圣贤之道 那这是造无量无边的功德了 都在这一年之间 早年我听他的这些教语很多 所以印象很深刻了 我在早年讲经也常常提到 我们应当要用这些工具 但是我没有钱 没有这个能力 我希望别人能做 所以陈彩雄居士做的时候 错过我意料之外 我没想到 居然他这个电台到现在差不多快两年了 很难得 能支持这么久 在这个里面呢 我想到了一桩事情 这个电视台没有广告 那我的原则是绝不像人话缘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像人话缘 只是把银行账号公布出来 这个可以 人家自动捐一点来 这个钱可以能够维持 这个电视台的节目继续播放 我在这个地方体会到 这个世间还有很多善人 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电视台 都是要靠广告 要靠有大幅度的人 他们来支持 电视台才能生成 那现在我们晓得说 我们没有人支持 不靠广告也能分成 这个说明说 说明这个世界呢 护持正法的人 还有 还有力量的来维护 这个很难得了 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信心 电视台可以不要靠广告 可以不要靠人 拉前来支持 你播放正当的 这个节目 古圣先贤的教诲 自然会有人支持你 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 这是好事情 没有这个将近两年的声音 我们说这个话没人相信 那么有两年这个实验的时候 这个话就有人相信了 让这些搞传播的人的时候 每天可以拿几个些时段 几个小时 来播放古圣先贤的教诲 对你这个电视台的收入 决定不会减少 甚至于还会增加 这是一个事实证明 是一段好事情 所以只要是有人拿着我的名义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题目 向你们捐钱 你们心里都要知道 我这个话讲过很多很多遍 不要受骗 绝对没有这回事 我一生做事情 从来没有问人要个钱 从来没有问人要个钱 这个念头 这个做法永恒不变 我们守住 老师的教诲 做这些慈善事业 红发事业 有钱就做 没钱就不做 钱多多做 钱少少做 很快乐 很自在 没有丝毫压力 这就对了 那么这个就是顺乎自然 这是道 这是得了 违背了 违背了自然 错了 你有压力 就是违背自然 你没有随身 随身自然 是哪来的压力 你一生都会快快乐乐 欢欢喜喜 精神没有压力 这个身体也没有压力 你会感觉到这一生 生活的非常幸福 非常的圆满 追随古神仙仙 效法古神仙仙 向古神仙仙学习 没错啊 我们读这一段经文 也感慨万千 这一段的大一 我们不讲 读法诗相的根源 我们只说 读法诗相啊 现在这一段 只看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我们这一生 我们自己 不讲别人 到这个世界来 忘分别为远的 这个忘分别是什么呢 爱然 佛经里都说的透彻 说的好啊 摄尔音源里面的 爱取有 所以大臣经上 佛唱书 爱不重 不生缩破 念不移 不生净土 你要想求生净土 你念佛的功夫 一定要念到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难 有人跟我讲过 真不容易 可是世尊 在弥陀经里面 讲的 罗舍大四番的 有一心不乱 大概原本呢 不是这个字样 玄装大四的 一本 是照着原文翻译的 他的本质 不是一心不乱 一心细念 一心细念 我们可以做到 一心不乱 不容易 那么 救护罗舍大四 翻一心不乱 有没有犯错呢 信念跟不乱 差别很大了 玄装大四 是从文字上翻 罗舍大四 是义 从义识上翻 没有按照文字 他讲的也不错 为什么呢 功夫到 一心细念 往生的时候 伏来接应 伏来接应 首先是 佛光 读照 佛光照你 佛光这一照 就把你这个 一心细念 提升到 一心不乱 罗舍讲的也没错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古古代的讲的 我们想想 有道理 佛一戒严的时候 功夫多 多加倍 这个我在 讲米涛经 讲无量寿经上 都说过 我们自己 功夫成品 这一加 一加持 就到 四一心不乱 我们念到四一心不乱 佛来接应的时候 这一加持 就是离一心不乱 所以 我们念佛的功夫 只要有一半 另外一半 佛力加持 很快它就提升了 我们没有功夫 那就没办法了 佛加不上了 凡圣同居图往生的人 四十八月 第十八月 林明宗时 一念深念 都能往生 我们要 要问 林明宗时 一念深念 功夫有没有达到 功夫成品的标准 肯定没有达到 那他怎么能往生呢 佛力加持的 因为林宗 一念深念 用的是真诚心 清净心 对于这个世间 所有一切的 妄想分别 这些执着 通通通放下 心里面 只有阿弥陀佛 这一念得神 这一念 佛光也加持 就等于成片 凡圣同居图往生啊 那么这是我们 表面上看到的现象 而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实际上这个人 过去深中 一定多深多皆 修建徒 临终时候啊 一个妄念错过了 所以不得成就 那么这一声呢 几云又碰上了 临终的时候 三个条件具足 第一个 头脑清楚 没有迷惑颠倒 第二个 遇到善由 就是提醒你 祝念 第三个条件说 自己听到善由的 劝导 一点怀疑都没有 万元放下 跟着大家一起念佛 成功了 所以每一个往生的人 都不是偶然的 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啊 我们要清楚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要认真地真实 这才是真正聪明人 要知道这个世间 就像经常讲的 世间所有一切法 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 无所有 必经空不可得 连身体都 无所有必经空不可得 何宽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 你要放在心上 错了 错的太离谱了 所以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了 世间四 佛教给我们 随语言 随语言 要记住 绝不妨碍自己的 修行 那么在禁宗里面讲 绝不妨碍 我们的 亲近平等觉 如果随语言 对亲近平等觉 产生妨碍 我们就可以不随语言 这个必须自己 要细心 要精神 要给自己 做决定 现在的外人 多啊 比古时候 多得太多啊 古时候 在深山里面修行 很少人到你寺庙来 来的人 不管是出家在家 多半是 要在这个道场 住一段时期 来讨金丹 这是来听金的 一步金听完了 他走了 或者你这个地方念佛堂 他来挂丹 来念佛的 不是游客 不是观光旅游 到场 请进 现在观光旅游 这些开放 不请进 你只要会奖金 或者 唱诵 唱得好 常常都会有人 邀请你 这都是语言 邀请你 你就去 所以你要问问 对你自己 道意 有没有妨害 没有妨害 可以 如果有妨害 那你就要好好地去考量 该不该去 去 建一点发源 不去 成就自己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想一想 天台智哲大师的话 智哲大师 往生的时候 告诉他的弟子们说 因为 因为他在道场 做方丈助持 要临重 要管很多事务 所以往生的 平位不高 无平位往生 圣凡圣通知徒 假如他要不管这些事情 他的平位很高 这就是说明 牺牲了自己的高平位 为大众服务 那么这个地方 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我们自己必须有把握往生 而后随缘 没关系 牺牲了自己的平位 凡圣通知徒 可以吗 如果自己 没有把握往生 那就要 值得 好好的去考虑了 还是跟大家 广界发言 来世 借着再干吧 这个里面 问题很大了 来生 自己能不能得人生 得人生 能不能有机会 闻佛法 套一句古人的话说 万众难得也 比重特奖 比重特奖 还难 换一句话说 这种念头是 过分的冒险 一个谨慎的人 我相信 他不愿意冒这个险 除非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 那是宁淡别论 什么不得已呢 自己没到场 自己没有一个 安闻的地方 好好地休息 这个困难了 我这一生 就是遇到这么一个缘分 自己没有到场 要看主人的颜色度日 到现在 还是没有到场 没有到场 有没有到场的好处 好处在那 没有牵挂 容易放下 脑子里头 没有自己东西 往生的时候 容易 到场是别人的 与我不相干 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 包括这个身体 也不是 借贾修正 我能有这点成就 成就 就是手中一个原则 不利 我 不利金本 不利江西 不利江西 这个对我的帮助就很大了 我有这么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不会走 不会走到 茶路 那么这条是写的 我 我真是得到三宝 加持 寿命延长了 才有这么自在 如果像年轻时候 人家算命 给我算这个命 四十五岁就要走了 我能不能往生 打了问号 如果我四十五岁的时候 寿命就没有了 往生没把握 但是不度三窝道 有把握 来身的人天福报 会比这一身的环境好一些 这个有把握 往生没把握 那么这个之后 到现在 我又多活了三十多年了 这三十多年的寻修 我感谢佛菩萨 感谢三宝 西方世界 凡圣同居 托王生 有把握 没有这五十三年的寻习 难 太难了 这是我自己 轻身的经历 轻身的经验 没有一天 中断 对于世今 明文立扬 五余六成 也丝毫不沾染 一醒 并想到 才有这么一点 天酒 所以今天 我还在这个世界 一切为众生 为正法救助 不为自己 要是为自己 我希望我希望我现在就要是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不可爱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念 你要问 地藏经上所说的 耶夫提众生 刚强 难化了 好心 热心 帮助他 不但不感激 还给你打很多问号 你用的什么心 你有什么歧途 你有什么目的 你说多难 这个 言语所谓是 好人难做 所以为自己 早生西方极乐世界 亲近迷途 好啊 可是现在呢 还有原因 有原因就是 还有一些人呢 真的 想听见 想修 进宗法门 那我们现在就是 赶上这个时代嘛 利用网络来教训 卫星电视 这个 这个 录音带 录音带 现在的基地 这些东西 广为流通 有不少人 得利 这是个好事情 这是缘分 也是 下面这一句就很可怕了 故事熏悉辗转无穷 这一句可怕在哪里呢 可怕在我们这一生当中 每一年每一天齐心动念言语造作 有善有悟有敬有染 熏悉 这个熏悉有意音 阿赖耶利特意音成就了 遇到云他就齐心心 六道轮回是这么来的 无名从哪里来的 无名从境界里面来的 一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你就齐心动念了 这无名啊 分别执着去造业 你造了业的时候 后面肯定有果报 果报快点 现前就收到 叫现实报 你这一生当中会遇到现实报 叫花报啊 古报在来世 这就造成是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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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没有直径 这就是讲的流道 三界流道 后面这两句呢 超越了 弱大望云 沉浸面起 统统是续望 望心 造的业也是续望 受的报也是续望 这就是勇家大师讲的 梦里明明有六曲 这讲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通通是续望 你不能说它有 你不能说它没有 你说它有 说它没有都说错了 这个道理 后面寄宗里面 我们会学到 那望远是绝物 就是诸法设相 真正了解诸法设相了 这个缘起就变成静缘起了 为什么你心清净了 你在一切境界里头 再也不分别不执着 不起心不动念了 缘起有没有 那缘起心清净着 那你在这个世间 跟诸佛菩萨 成愿再来 没有两样了 你知道四十真相 不然不拙了 你可以受用它 你绝对不会有一个念头 想控制它 想占有它 这个念头没有了 控制是迷惑 占有是造业 你身心清净 境界清净 成了静缘起来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wig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